還有今天我們剛好有我們的弟兄姐妹要受審 信徒跟門徒有什麼不同 那以往牧師昌說我們不要做信徒我們要做門徒 其實說我們不要做信徒的意思不是說門徒比信徒好 而是信徒本身是一個入門 如果在我多報裡面第四頁我有寫 就說信徒和門徒不是時間點的先後 而是一個同情緣 就是你心裡相信口裡承認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信徒 你就成為一個基督徒 可是你成為一個基督徒是什麼 是在內心裡面的 是一個開始 信徒就是你相信了耶穌基督 然後你開始有宗旨在發芽 你開始說我有了主耶穌的靈在我裡面 然後我的靈性的時候我要開始注入 可是門徒呢 門徒是外在是走出去的 門徒就是為主走出去的人 就開始做一些事情 所以你相信我知道有神 我知道很好我接受祂神主我去救主 沒錯你是一個信徒 很多的基督信徒 但是你是基督門徒嗎 基督為我們死了 而我們有沒有為祂走出去 所以今天做主的門徒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不是只有心裡相信 或者告訴別人我們是基督徒 而是我們跟別人說 我是所做的一切 我所有在外面的這所有的一切 都是要來為主做見證 所以第一個 今天的經過理念 耶穌說來跟從我 耶穌說來跟從我 從幸福到門徒 是一個內在生命 價值觀改變 那第一個改變的是 心靈分 我們知道 彼得那時候他名字叫西門 耶穌呼到他的時候說 你要改名為基法 就是石頭 就是你要成為教會的盤石 所以在很多的 尤其天主教的裡面 你會看到有一個人拿著鑰匙 那個彩匯玻璃 那個人就是彼得 因為他們相信 在耶穌聖天以後 把天國的鑰匙 留給了他的大弟子 就是彼得 所以他說西門 你要改名叫基法 就是盤石 就是石頭的意識 你要成為建造教會的石頭 所以耶穌說來跟隨我 第一個 你要有了新的名分 你的名字不再一樣了 那在台灣早期 有一些的信徒 他是改名字的 他是基督徒以後 可是改了那個名字 我們一聽就知道 他是基督徒 為什麼 他本來姓黃 他可能本來叫做 黃正偉好了 後來就叫黃保羅 或者叫陳約翰 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改名字 像以前雅各 雅各說 你要叫以色列 其實改名字就是說 我重新 我重新 在神的面前 我已經不一樣的一個名分 不一樣的名分 第二個呢 新的使命 彼得和他的兄弟 剛開始他們是漁夫 可是經文說 他們立刻就捨了我 跟從了他 他們立刻就捨了我 跟從了他 原本的專業 蒙召以後 變成了使命 我們的紅文弟兄 剛剛有參加 學服會 那學服會很多的弟兄 其實在分享一個經驗就是說 他們可能在各個領域 都是蠻不錯的 然後都有一洗之地 可是到最後 他們本面都變了副業 都變副業 怎麼叫做變副業呢 就是說 他的這個經營當中 他獻上感恩 他也看到 神經給他開幕之後 他用更多的時間 在那邊 帶著使命 去傳福音的時候 原來的專業蒙召以後 變成了使命 他就是以天父上帝的事為面 那他並沒有這個樣子 自己的事業 而好像就是荒廢在那邊 卻看到 當他以天父上帝的事為面的時候 天父上帝也祝福 他在事業上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所以第二個就是說 新的使命 原來的專業 耶穌說我要讓你們 德人如德語 他們捨了王 跟從了他 所以原來的專業 蒙召以後 就變成了使命 那第三個 跟從耶穌就是會有新的生命 那 《路加福音》五章四到十節 那耶穌跟他們在一起之後 耶穌指揮他們 他們就在某一個地方下了王 圈住了許多雨 而聖經說 那些往他眼裂看 所以在這裡 彼得認識主耶穌 不是教律法的老師 所以他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路加福音》五章的經文 彼得跟主耶穌說 主啊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所以我們要知道 當耶穌說來跟從我的時候 他向你發出三個邀請 你要不要有一個新的名分 你要不要有一個新的使命 不是你現在做的 那更要緊的 你要不要有一個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我們台語有句話 叫做 看誰啊 應該跟我年紀 比我長一些的 大概都聽得到 聽得懂 看誰啊 請問以前出師 就是說 看誰啊 你去學一個功夫要多久 四十個月 叫做三年四個月 就這樣四十個月 好 請問你去學 當學徒的時候去學 你去學徒師 你去學彩虹 你去學汽車修復好了 大學我就問他 大學一年級 有什麼課程 例如說 宏甲大學 台灣大學 或者說 福德大學 一年級 都有什麼課程 都一樣的 叫什麼 公式 公式 公式課程 剛我說 你去 汽車修復 去裁縫 去當徒師 那些 當學徒的人 有沒有公式課程 有沒有 有沒有 看來你們都沒有 那個俄塞阿鬼 我以前在 七哥我一陣 學這個 紡織的時候 剛好學三年多 要出師的事 要出師 不是要出師 要出師 要出師的時候 我就去讀神劇院 其實都有通師課程 剛我講的 不管你是氣修 你是裁縫 你去 煮東西 或者美髮美容 剛去 你要學那個佛服 你的師父都說什麼 掃地 到茶 第二個月 掃地 到茶 第三個月 掃地 到茶 所以 從掃地 到茶 整理環境開始 我們看到 剛剛開始 是一個 生活態度 和習慣的養成 如果他發現 你沒有辦法吃苦膽 耐擾 你沒有辦法 好好的 能夠關注在 一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師父不敢 把他的技術的量 交給你 怕你砸了他的招牌 也知道 你如果沒有這種心智 掃地 倒茶 整理環境 看來好像很枯燥無味 或者很無聊 但是當你要學一個專業的時候 也會有遇到這樣的瓶頸的時候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 就是說 你要學成一個功夫的時候 是要付上代價 而耶穌要我們付上代價 不是要我們拿多少錢來換 或者說你要給他什麼好處 而耶穌在這裡 要我們付上的代價 付上的代價是什麼呢 耶穌在這裡 要付上的代價是什麼呢 那他要交給我們的功夫是什麼呢 耶穌交給我們一個功夫 換一個寶貝 這個寶貝就是永恆的生命 就是好像 好像你們想一想 以前古時候有那個武俠掃桌 裡面有個師父很厲害 結果他有一個什麼 武功密集 這個武功密集 你得到以後 你就可以徒步天下 然後 那個師父說 只要你一直服侍我 或者你跟著我 這個時候會給你 耶穌把這個寶貴永生的貪望說 只要你跟隨我的道路 你就有永生的貪望 而且這永生的貪望 是耶穌基督 他自己付上的代價 自己付上的代價 所以耶穌基督 要我們跟隨他 他不是隨便做的邀請 因為他要給我們的東西是 他付上極大的代價 極大的代價 好 所以在菲利比書2章6到8節說 耶穌基督 這是他 這經文是寫他 那我們知道是耶穌 他說 他很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度 反倒虛極 取而無苦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子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謙卑 純心順福 以至於死 死在十分架上 好 所以呢 剛剛穆斯在敬拜的時候就說 耶穌替我們死 我們替他來活 所以耶穌在這裡 說了一句話 來跟從我 來跟從我 他不是說 只有要讓我們成為他的學徒 然後他可以輕鬆一點 不是 他要我們跟從他 是要給我們 對 是要給我們這個 對 就是他自己用生命來換來的 那什麼是我們要學的功課 那馬太福兵當中 有記載的一個就是八福 那八福有時候我們 習慣是分開來看 但是其實它是有連貫性的 那第一個我們來看貧窮 其實這裡說的貧窮 不是說你身無分文 他說心理貧窮的人 心理貧窮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心裡是滿滿的人 你會覺得說沒有什麼你做不到的 可是內心貧窮的人 是承認自己無法進入和諧的關係 這裡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缺乏 你不認為自己沒有 你就不會去求 所以我們常常 回到我們現實的生活裡面 你會認為 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跟他沒有什麼問題 我跟他這個問題可以解決 這個就是認為自己裡面是有的 可是這裡說的內心貧窮的人 他是謙卑的 在馬太福兵十八章釋節說 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 他在天國裡是最大的 所以能夠進天國的人 是承認自己是沒有能力 沒有辦法 就是說這裡所說的貧窮 我就是跟耶穌說 耶穌我什麼都沒有 我只有你 我需要你 所以這個貧窮是內心貧窮 需要耶穌進入他內部 那哀動的人 那當你發現自己貧窮 沒有辦法進入和諧狀況的時候 你會難過 你會難過 那這種的哀動就是說 我們看到自己的生命 原來跟神跟人的關係 都那麼的不好 而且 所以我們為這樣的狀況 這種不合理的關係 深深的難過 所以在馬太福兵 後書七章十節說 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 聽清楚喔 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 神會讓我們憂愁耶 救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 已知得救 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 這個經文 我再講一遍 哥林多後書七章十節 我們來信主不是要平安喜樂嗎 可是哥林多後書七章十節說 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 什麼叫依著神的意思憂愁 為我們自己的最憂愁 為我們跟別人的關係不好的憂愁 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 這個好老神 沒有後悔的懊悔 就是說 我那時候為什麼要等他這樣 我那時候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沒有後悔的懊悔 這個懊悔不會因為他對你的態度了 因為你已經預備上去格好了 你不會說我要等他 對我怎麼樣 我才要對他怎麼樣 所以因著依神的意思憂愁 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 就是知道說原來我自己有需要改變 自己需要悔改的 然後後來這句話叫 以致得救 如果我們生出這種沒有後悔的懊悔 以後 這可以讓我們得救了 但世俗的憂愁是教人詞 世俗的憂愁是教人詞 所以這種哀動是可以帶給我們幫助 那接著下來就是溫柔 當我們有這種哀動 這種懊悔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原來過去的態度是不對的 那這個溫柔就是我們開始知道 當我們處理一些不和諧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知道要用溫柔的態度 所以我們來想一想 當有時候人家跟我們說 你跟誰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然後我們是願意接受指證 還是我們是與人爭辯 或者當別人有錯的時候 我們是得理不饒人 還是我們願意溫柔的來告訴他 給他機會 比賽亞說12章3節 耶穌在這裡 基睦告訴我們 壓傷的如微他不折斷 江財的恩惑他不吹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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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地不會讓人無路可走 可是有時候我們不溫柔嗎 我們有沒有得理不饒人 我們有沒有有時候 用那種不過逼人的態度 把自己想成是世界上 獨一無二的正義實證 以至於我們沒有辦法 去溫柔的對待別人 那當我們發現 我們內心貧窮 讓我們安慰 我們願意學習溫柔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會目逆 飢渴目逆的人 就是我們知道 原來靠我們自己沒有辦法 靠我們自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要靠神的恩典 羅馬書三章二十四節說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穌的救贖 就白白成一了 羅馬書三章二十四節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 因耶穌基督的救贖 就白白成一 是啊 馬太福音七章七節說 蠻後門的就開門 才尋找的就尋見 所以當我們願意目逆的時候 我們願意親近神的時候 神我願意相信 你可以改變我生命的時候 神就讓我們找得到祂 當我們自己有這樣切身之痛的時候 接著下來就是連續 連續人 不但我們自己被神醫好了 我們開始會去看到周遭的人 我們甚至於得罪我們的人 我們看到說 原來沒有神是那麼的可憐 是不是那麼的可憐 所以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節告訴我們 你們勞恕人的過犯 你們的天父也必勞恕你們的過犯 你們不勞恕人的過犯 天父也不勞恕你們的過犯 好 接下來就是清心 清心是什麼意思 哥林多後書十一節第三節 十一章第三節說 我看你們的心過偏過邪 是去那像基督所存 所存一清潔的心 所以清心就是 單單的專一的沒有分心的 沒有雜質的在耶穌的身上 所以我們說清心的時候 就是單單的注目在耶穌的身上 倒數第二個就是和平 當我們恢復跟神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願意學耶穌的樣子 到處去傳和平的福音 給所有需要的人 好 那最後 所以以福所述二章十七節說 並且那傳和平的福音 給你們遠處的人 也給那近處的人 各個是受益過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跟神跟耶穌的關係 完全恢復的時候 誰開始討厭我們 這個世界開始討厭我們 這世界主要散播的是邪惡 主要散播的是苦難 主要散播的是彼此的仇恨 我們真的有時候看新聞 有些人說 電視官叫不要看 越看越難過 每天都是一些 讓我們好像覺得 怎麼那麼多的從事發生 可是有逼迫有混進的時候 我們願意帶著和平到那個地方去嗎 約翰福音十五章二十節 耶穌要離開世上的時候 跟門徒說 你們要敬虐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 仆人不能大理主人 他們如果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們 耶穌的意思就是說 仆人不能大理主人 他們逼迫我 因為我是主人 所以他們這樣的來逼迫我 那你們是我的部署 是我的學生 所以你們在他眼中 只是柔弱 所以他們 加在你們身上的 絕對不會像加在我身上的 那麼多 那另外一個 就是耶穌說 這世上雖有苦難 但我已經勝過了 並且四孝平安 好 最後第三步驟 我們就要來想 當今天的經文說 人到我這裡來 若不愛我勝過自己的父母 妻子兒女 畢兄姊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門徒 反而不背正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 就不能做我的門徒 那今年我們有一個聖誕劇 叫狗狗 不是狗狗 天啊 淘姐好朋友 淘姐好朋友裡面有一個角色 叫做樂高高 他好會算 他什麼事情都要分期 都要算一算 好 那 耶穌說了 他說 你如果不愛我 我們勝過愛自己 不只愛自己 你要愛我勝過 愛你所有所愛的人 所愛的事 好 那你不將這所有的一切方向 就不能做我的門徒 好 耶穌在這裡所說了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在態度上 在你的態度上 你能不能對主耶穌忠誠 要高過任何一個關係 如果有一天 你的太太叫你不要信耶穌 你的先生叫你不要信耶穌 你的爸爸媽媽說你不要信耶穌 或者牧師 替你受寫的牧師說 我跟你講 我現在不相信耶穌了 你還要不要相信耶穌 你對主耶穌忠誠 高過於任何其他的關係 讓實際上 好 那一個是態度上 這是從新發出的態度 你對主忠誠嗎 第二個是 你願意背上你的十字架嗎 好 你願意背上你的十字架嗎 德國有個很有名的牧師 叫潘霍黃 悲齊十字架 有時候我們認為是苦難 可是我必須要說 悲齊十字架不是苦難 是氣絕 那個丟氣的氣 不是氣絕生亡的氣絕嗎 丟氣的氣 拒絕的絕 他霍黃牧師說 苦難可以忍受 如果你受苦 你受苦的時候 你待會怎樣 基督徒弟兄給他們講 你辛苦了 你受苦了 上帝紀念你 其實有時候 受苦的當中 有大家的扶持 甚至於存在 那往往這個苦 是你能夠接受的 可是我想一下 當主耶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在這十字架的苦路 是被大家績笑 被大家嘲諷 被大家嘲諷 被大家績笑和嘲諷的 就是十字架 笨蛋 灑瓜 只有你會做這種事情 耶穌的十字架 代表著苦難 苦難當中 甚至於他被棄絕 不被任何人支持 這個叫做十字架 所以棄絕的當中 隱含著一種 我們真的很難理解的祝福 就是 讓你只能跟主耶穌 緊緊的在一起 連你先生都不知道 連你太太都不知道 這種棄絕的感覺 只有耶穌基督走過那一段路 祂知道 所以當我們說 主啊 我要背上十字架的時候 請想今天所講的兩個 你願意對主耶穌的功誠 勝過任何的人事務嗎 第二個 你願意背起十字架嗎 就算向主耶穌被所有的人 棄絕 你還是願意背起這個十字架嗎 好 那在結論的時候 我們知道 美國流行 有一個手盤 上面寫著 WWJD 就是 就是 就說 耶穌會怎麼做 如果 聖經的經文就是說 以基督的心為心 就是說 這時候的耶穌會怎麼做 你認為耶穌會怎麼做呢 那你就照著耶穌的做法去行 這就是主的本土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很簡單 回想一下 最近一次 你跟你太太 你跟你好朋友 你跟你小孩子 吵架在什麼時候 好 回想在那個時候 然後馬上想 耶穌在我旁邊 我那時候是這樣罵回去 想想耶穌會怎麼做 耶穌會怎麼做 所以 這樣一個運動 他掛在手盤上 就是常常看到手盤的時候 就是告訴自己說 我應該不要憑著我自己做 我應該讓你看的是耶穌怎麼做 那牧師有講過 有講過 有一對年輕的夫婦 他們當結婚 當結婚還在蒙活期 在結有戀愛 那 牧師的正道就勉勵說 你們要成立 基督化的家庭 那按照慣例 就送他們一個匾額 然後掛在客廳最顯眼的地方 基督是我家之主 好 兩個人叫做 好 這個先叫做 等一下 哇 他忍住了嗎 不是 但是馬上連倒過來 沒有看到 基督是我家之主 好 兩個人開始 好 所以在這裡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一件事 在態度上 在實踐上 在實踐上 不是那麼榮幸 那中和剛剛前面所說的 若沒有 耶穌基督的靈 若沒有聖靈 在我們生命中幫助我們 實在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所以 有一首台語歌 也有國語的 就是我先把台語歌詞念一遍 大家都會唱個 教會的耳歌 耶穌天我 我才靈 因為 祢在祢 聖經 聖人家 屬於端幼 耶穌為主 祢佩秀 祝耶穌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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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語就是 耶穌愛我 我知道 因為記載在聖經 然後 什麼 雖軟弱 軟弱 小 小小孩同雖軟弱 好 OK 小小孩同雖軟弱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在這個當中 在這個當中 我們的軟弱 主耶穌 祂都能夠幫助 願我們在 做我們主的生命當中 願意謙卑 將我們的軟弱 在神的面前 讓祂看到 我想 主耶穌 絕對 會 牽著我們的手 抱住我們 祂走的是哪一條道路 並且 在我們的身旁 繼續的 扶持我們 好 我們同 那這時候 我們 牧師要邀請 弟兄姊妹 我們用這首歌 這首歌 來做我們 回憶的報告 用這首歌 來做我們 回憶的報告 是